一番风顺的叶片发黄 其原因有可能是光照管理不当 温度过于极端或是浇水管控不当等级点 光照的强度过大产生暴晒时就会黄液 长期光照不足也会黄液 温度过高过低都会造成叶片不良发育 干旱积水也会造成黄液 一番风顺只有在恰当的光线下的生长发育才能够正常化 如果长期得不到足够时长和强度的光照 叶片就会因为缺少叶绿素而发黄 但如果将一番风顺长期放在烈日下暴晒 又会造成叶片的水分不足枯干焦黄 一番风顺适应生长的温度是20到24摄氏度之间 如果温度下降的过快过低 就会造成植树受冻使筋在损伤 从而导致叶片发黄枯萎 但如果温度长期处于过高状态 叶片水分消耗的过快 植树一样会发黄 每次喂一番风顺 浇水时都要注意把握住浇水度 以渐干渐湿为准则 保湿土壤滤位适应即可 但如果浇水的间隔时间太长 水量过少 一番风顺就会因为缺少而枯萎 如果浇水过多造成积水 也会使植树烂根和黄叶 握到哪里 再发炸ุением 攒芝生 伤3 炸汁 后 炸吉 达 至 炸 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